我覺得就是禮尚往來了 你對我攻擊 或者說你的不友善作為的話 我就立刻回應 那其實這個拒絕雙方的 也不是只有衝突 而是關心緊張的時候 拒絕對方的會談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那個訊息 尤其是房長的部分 我覺得訊息非常的嚴重 我認為顯示出背後的情勢的嚴峻 所以我用三個強 一個很強烈 一個很強硬 第三個很強勢 那就是在軍事的 因為國防就是主要 就是軍事的對抗嘛 所以中國大陸在可能可見的未來 我覺得跟美國之間 在軍事上面的較量 就是強勢強硬強烈 應該就是這個調 而且央格雷拉會議已經開始了嘛 那我覺得這一次雙方的這個 這個叫口頭交火 我覺得很多人都預期會比去年還要再激烈 對 那麼可能美國也會用比較強勢的語言 對 因為美國事實上在語言上是相對的沒有過於強勢 尤其在軍事上 可是作為上是越來越強勢 那中國大陸正好我覺得現在也在轉變 其實語言上變成持平 可是動作上也是越來越強硬 所以我覺得會迎接一個比較動盪的一個 中美在軍事方面的互動是一個可預期的 我覺得美國就是太天真了太傲慢了 他很多東西就是說 視為理所當然 我要見面的話 沒有什麼前提條件可以跟我談 那說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你都制裁我了 我還跟你有什麼好談 這個問題不解決沒有見面的必要嘛 所以美國還是一貫的傲慢 美國還一貫的 視為理所當然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做世界第一槍國久了 那事實上我覺得 中國大陸目前整個政府的心態 甚至有一點回歸到韓戰爆發之前 那麼韓戰爆發之前的時候 當時的中國大陸政府 對美國就已經做了很大的決心了 而且多次警告美國 你如果說你約會過三十八度線 或者如何如何 當時人民知道 社群都已經在警告美國了 美國還是不當一回事 結果突然有一天發覺 解放軍渡過壓力槍 大軍已經在美國的前線 這個跟美軍正面交火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 基本上對美國的態度已經 怎麼講呢 因為我中國自由的叫報辯 就是說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 我覺得美國人還沒有 還沒有真正的感覺到 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在過去 不斷的跟美國釋放好警告訊息的時候 他認為美國基本上 我覺得怎麼講呢 美國可能認知的能力有問題 所以這一次 李尚福跟這個奧斯汀 中國大陸就是發出 我認為是極強烈的訊號 就根本劍都不要劍了 中國大陸告訴美國說 哪些東西不要給中國造成困擾 早就講了N次了 第一個不要在台灣搞事 很清楚對不對 第二個不要去告訴日本說 要搞什麼債武裝 用對付解放軍 甭坎 第三個不要在南海製造事端 尤其是南海製造事端 他美國就想說 我利用掌握在手上的菲律賓 來干擾你中國大陸 所提倡的南海行為 什麼準則 宣言之類的東西 為什麼 你中國大陸帶頭搞出 南海的一個行為準則的話 那我就意外國家 沒戲唱 我就不能當南海老大 而且美國有一個壞新年 他一直想要操作南海議題 因為他覺得以後任何船艦 只要經過馬六甲海峽 他就有本事把他扣押 就像最近有一艘伊朗的郵輪 經過馬六甲海峽 就被美國在馬六甲海峽 附近的軍力給扣押了 我心裡想 干什麼事 對不對 馬六甲海峽沒有認得一寸 是你的土地 海洋沒有認得一寸 是你的主權權利所及的 那人家在伊朗 你要制裁伊朗 你制裁伊朗沒有別的辦法嗎 硬要扣人家的這個郵輪 就伊朗二話不說 就扣了希臘的郵輪 這兩天還扣了那個什麼 那個杜拜的郵輪 然後好像又扣了 科威特的郵輪 扣了三艘了 惹得阿聯酋很生氣 美國你不是要保護我嗎 現在我郵輪被扣了 不過伊朗也很賊 他沒有扣沙烏地阿拉伯的郵輪 那剛合集 對 很厲害 有選擇性 對不對 所以沙特之王在旁邊做核事 所以阿聯酋就很生氣 我要退出CMF 什麼CMF 就是聯合海上武力 是由美國帶頭 然後阿聯酋 很多的這個什麼 中東的波蘇灣國家都參加了 你沒有用啊 杜拜的郵輪 杜拜是我底下的老二 我老大是什麼 那個阿聯酋的國王 老二就是杜拜的國王 他的船被扣了 我能不說話嗎 可是伊朗也跟他講的 不是針對你 因為你這條船 是運到美國去 我扣你 所以你叫你美國 不要扣我的 大家就沒事 而且美國 人家伊朗扣的時候 你又不敢動用武力 那你又扣伊朗的郵輪 伊朗不用發什麼心思 因為那個波斯灣旁邊 就是伊朗 他弄幾條船艇 就把你扣押住了 你美軍還要跑到 馬六甲海峽 才能扣人家船 所以你要不要想清楚 所以現在還在僵持當中 但是阿聯酋 我已經很生氣了 說我要退出你的CMF 那你不能保障給我 現在就來了 你美國 日本 菲律賓 在搞事情 跑到菲律賓去演習 什麼意思 就是要給日本一個理由 你以後可以來幫忙菲律賓 那我美國要是有力量不及 你日本來抽一咖 來抽一咖 可是問題 那海防有用嗎 你菲律賓在那邊弄一弄 菲律賓就變成人家的玩具跟工具 那印尼當然很清楚 為什麼美國再跟印尼要交好的話 美國還是以澳洲為最優先的夥伴 那澳洲跟印尼就是搞不好 所以印尼當然有警覺 印尼要拉攏誰 當然拉攏中國大陸 所以這一環扣一環 南海情勢還在發展當中 最經典的其他國家保持堅默 完全不理馬來西亞 新加坡越南對不對 他就沒有我的事 所以美國你沒有這樣搞 你不能過日子是不是 你有沒有發覺最近 中美房長要到香格里拉 去那裡對話 然後美國要求說 我們希望能夠跟我們的房長 能夠跟大陸的房長 李尚福 大家能夠在場邊坐下來談一談 你有沒有發現 中國拒絕了 拒絕跟你談 這是很 很叫做讓人意外的 因為一開始很多人都在猜測 那有什麼好拒絕的呢 拒絕其實在傳達的一個是 非善意 這今天不是說我專程 跑到美國華盛頓跟你 或者他跑過來 是我們都要到這裡 坐在一個房間 大家一起開會 那順道我們到旁邊 再開一個房間 能夠讓我們兩邊的參謀坐在一起看 這樣子都拒絕 所以開始的時候很多人都說他不會拒絕的 可是這次拒絕了 這是相當不尋常的 因為這在外交禮儀來講 也是非常不禮貌的 你就像直接拒絕了 當然很多人說是因為李尚福被美國制裁 我覺得這不是主要的一個原因 可能有許多的原因 但是從這個事件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大陸 尤其北京 對美國的態度已經真的是越來越硬了 記住越來越硬了 他們已經再懶得去忍受這些 美國的這些欺負 以前是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現在對不起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要表達 我們的這個情緒的時候 所以這一次你叫我猜 從大陸的房長拒絕跟美國的房長 在場邊會議談 我猜這一次 我願意賭這個飛行員 是上面命令他這麼做 兩下午 我那隻 你可以